關心股市而受到美股迴跌拖列 台股今天在台積電 鴻海同步走弱 指數開盤下跌20多點 隨著廉價前的賣壓 提前湧現 台積電跌幅是擴大超過了1% 鴻海更重挫超過了4% 中廠台積電下跌1.68% 收在最低587元 鴻海則是跌了4.25% 拖累指數最終下跌了123.77點 收在了16431.13點 成交值是3329億元